Youtube 哈嘍大家好我是Katherine 我们今天要在魔女市民寺里来试图念 哈利波特 那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他是谁吧 他是JK罗玲的魔法奇幻小说当中的主人王 就是哈利波特 那其实哈利波特的原本是小说 她小说后来被翻拍成电影 她电影的演员是由丹尼尔饰演的 他这个拍摄期间 从儿童拍到青少年 进入青春期 然后拍到后来变成大人 所以那个时间其实拉的蛮长的 那时间周期蛮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同时期 不同年龄的哈利波特 我们今天念的是丹尼尔饰演的 哈利波特的青少年时期 所以我们创的小人他是青少年 那我就尽可能的在墨尔市民室里 把他的感觉 他的风格 他的神韵呈现出来 当然不可能一模一样啦 但是会尽力 尽量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在他头上放的那个闪电标志的疤痕 就是哈利波特很经典的那个指标 经典的标示 就是被那个不能说的人 被那个佛地摩弄出来的标志 对了顺便说一下 因为哈利波特是我小时候看的嘛 小时候我看过他的电影 那时候超喜欢 但是因为时间过了蛮久 所以有些内容 一些详细的细节我可能忘记了 如果我讲错地方 觉得很抱歉 其实有空的话 有时间 我还蛮想去回味一下 想把所有电影再看一遍 好那回到我们的小人 这个时候我暂时帮选了这个发型 我觉得这个发型其实还蛮像哈利波特小时候的头发 可是后来我把发型换成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像的发型 然后现在我换一下他的肤色哦 因为我感觉他的肤色应该是偏苍白的嘛 我记得他就是看起来是比较苍白的肤色 所以我帮选了这个冷色掉苍白的肤色 然后就去微调 微调他的头啊 微调各个部位 我觉得要捏这种 就是真实存在人物 就是要各种微调 因为你要去抓他那个神韵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不太好条件啊 但微调蛮久的 通常我都是选一个大概的样子 大概五官 然后再去做细部的条件 再调前我想要的样子 那其实啊我看了一下哈利波特 我觉得他小时候长得超级可爱的 不过他长大也没有差很多啦 他长大只是变成熟嘛 加入一点成熟的韵味 因为哈利波特的电影系列 里面有超多演员 就是从小演到大 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不同的转变 我觉得超有趣的 我觉得哈利波特他算是转变比较少的吧 那感觉那个风格还是在 其实长相变得比较成熟哦 因为有些其他演员啊 小时候跟长大基本是差非常多 超好玩的 好那我们大概的一个形 框捏出来了 一个大概感觉 然后我等一下会继续做微调 微调的各个五官 微调前我想要的样子 等到微调完毕之后 我们再帮他稍微的打扮一下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我全部微调过后的哈利波特 我觉得应该有他的神韵吧 我觉得有 不过等一下我们帮他化妆 戴个眼镜 好那我帮我们的哈利波特打扮了一番 这个是他最终的样子 我们的哈利波特的青少年版本 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有他那个感觉 有那个感觉在 有点青涩 可就进入青春期 快要转大人 又还没有变成大人那种感觉 在那个交界处 我觉得有他神韵吧 应该有 我尽力了 我尽尽量 我帮他戴了他的招牌原眼镜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的哈利波特最终完成版 虽然说感觉啦 这个眼镜 虽然说很像哈利波特的眼镜 我觉得他戴的有一点低 稍微低了一点 对啊 好不过没有关系 还是蛮像的 其实游戏内本身还有这副眼镜 是那个奢华 复古奢华吗 还是复古经典组合包里面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这个眼镜 好像没有刚刚那个像了 还是刚刚那个比较像一点 那最后发型 我帮我选这个 我觉得这个发型 其实还蛮像哈利波特 一般会有的发型吧 对啊 这个发型还算像 然后我帮我选了 深咖啡色的发色 因为它是 深咖啡色接近黑色嘛 对 看到我是这个样子 那我帮我选了这套衣服 选了一个比较雪月风的尖织衫 然后配这个 格纹切线跟小领带 我感觉蛮有那个 蛮有那个Gryffindor的感觉 这个配色啦 就是酒红色啊 搭配金色 然后一个简单的裤子 跟这个皮鞋 这个皮鞋是之前那个 介绍过的哈利波特物品包里面的东西 然后配个皮表带的手表 感觉蛮适合它 我觉得这样配套蛮有雪月风 有点魔法雪月的感觉 然后下一套是这个 我帮他穿了一个比较休闲的 也是雪月风的T恤 七分售T恤 也是之前那个哈利波特物品包东西 然后帮带这个项链 你们说是妙丽的时光鸡项链是吗 帮带一下 觉得蛮好玩的 然后配个简单牛仔裤 还有布鞋 跟一样 小手表 那这次服装 我帮我选了这个 比较基本款的 黑衣服装 然后打个小领结 觉得还蛮适合它 然后再来 我们的运动服装 我帮我选了一个这个 看起来也是比较雪月风 我帮我打扮就是尽量带点雪月风 因为它是青少年嘛 然后这个是他的睡衣 睡衣帮我选了一个简单的T恤 那配色一样 我尽量找着是有那种红色啊 搭配黄色那种颜色 所以帮我选了这一件 再来是派对服装 派对服装帮我穿的这个 这套衣服我觉得蛮好看的 然后带个围巾 感觉好像 有点 雪月风吗 我也不知道 就这套还蛮适合它 看起来不会觉得太成熟 也好像有稍微打扮一下的风格 然后再来它泳衣 就比较基本款一点了 就是一个基本的泳裤 然后夏季服装 帮我穿了一个T恤 配个小背心 也有感觉它就是有点 魔法巫师风格嘛 感觉喜欢穿这种小背心 所以帮我搭了一个这个 然后配一个破损风的短裤 跟拖鞋 然后最后是它的冬天服装 冬天服装我帮带了这个围巾 这个围巾超可爱超好看的 也是那个Gryffindor的围巾 就是酒红色搭配这个 金色吗 还是涂黄色 然后配一个大衣 因为冬天嘛 冬天就要配大衣 然后一个长裤跟皮鞋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个性喔 它的个性我帮它选了 第一个 它是一个善良的人 因为我感觉它其实 心地蛮善良嘛 从小它不是被它的 表哥吗 表哥欺负 所以感觉它其实 心地蛮善良的 然后再来第二个个性 第二个个性 原本我想要选是勇敢的 因为我感觉它蛮勇往直前 很喜欢探索 喜欢冒险 喜欢发掘事情的真相 可是啊 它的个性没有勇敢 就是选项了 所以感觉最接近的可能是 呃 有自信吗 它非常的肯定自我 有自信 所以比较勇敢 出去了这个 那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喔 它声音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声音还算接近吧 虽然说它的声音就是 从小到大有点转变嘛 那我们也是它青少年时期的 那我们看一下它走路方式 走路方式 我就用一般的咯 还就要选别的喔 这个走路方式感觉 感觉应该还蛮是很妙丽的 有点好笑 这个呢 马分走路方式太像了 这个呢 诶等一下 是说给人物他们 非常壮啊 有个同学是非常壮的 我忘记它名字了 总经的某集有看过 还有这个很lady的走路方式 非常淑女 这个好笑喔 这是荣文的走路方式吧 这个也是好荣文喔 好吧 我帮哈利波特选 做原本的好了 我感觉他是个比较 个性比较中庸的人啊 可能他不会 这样子很夸张走路 也不会说 噢这样垂头上去 所以我帮他选一般的咯 好吧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 哈利波特捏人 我们就成功捏完 不知道你们觉得像吗 希望你们喜欢 我自己捏完是觉得 还蛮开心的啦 还蛮满意 那对了 我会把我的哈利波特人物 放到工坊 工坊内搜寻我的ID Catherine1019 追踪我 就可以下载咯 那我会把这个眼镜 这个哈利波特眼镜 还有那个闪电的 那个 巴痕的那个 自定物件下载链接 放到影片简介里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下载 那我们之后 也来练其他人物 其实我想要把他的一些 基本的几个朋友捏起来的 像妙力啊 人文的那些的 到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好了 那对了 说到这个哈利波特 就让我想到 那个环球影城 里面不是有设 那个哈利波特的主题区吗 所以每次去那个 大阪的环球影城 我都超喜欢去 那个哈利波特地方 因为我很喜欢嘛 我觉得那里面 超级有气氛的 他把整个地方啊 整个造景 还有那个城堡 都盖得非常的像啊 非常的逼真 超像电影的场景 真的超酷的 那里面也有卖很多 哈利波特的相关的纪念品 像那个魔杖啊 像那个哈利波特斗篷 那个斗篷超贵的 然后还有卖一些书本啊 然后一些小的道具啊 像什么钥匙圈啊 笔那类的 哦对 他也有卖那个奶油啤酒 所以我之前是那里喝到的 还有卖那个 很多种奇怪口味的那个 Jolly beans 那个小的那种糖果豆 可是那个糖果豆啊 以前我有去买过一次 我实际上我感觉其实 味道都还好耶 没有说吃到觉得 哇 怎么那么难吃的口味 好像没有吃到 可能刚好啦 不过其实有些口味 吃起来非常的化学 化学会比较重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糖果也没有全部吃完 然后那里也有个 哈利波特的那个 室内云霄飞车 它是3D的 就是你要戴那个3D眼镜 然后你会做上一个那个设施 你是双脚悬空 所以它是一个东西 枯在你的那个头上 这样长吗 头跟胸口前 然后双脚悬空 可能会就是稍微的翻一下 可是不会很恐怖啦 是很好玩 那我以前去做第一次的时候 我有点晕啊 因为它那个其实非常逼真 尤其有一段是那个 打奎笛起的 那个时候看了这件事 我有3D晕 因为它太逼真了 好像我是在飞的感觉 所以做完之后 有点想吐 那是第一次 可是后来啊 做第二次之后 我就完全不会想吐了 反而觉得超级好玩的 又刺激 又非常好玩 可是又不会过度可怕 因为我不敢做那种 像自有落体那种云霄飞车 我不敢 那种接近90度的我不敢做啊 我觉得太可怕了 可是这个哈利波特的啊 我觉得非常好玩呢 虽然说它也是很刺激 可是没有那种直线坠落 所以做起来还是很开心 很舒服的一个游乐设施 而且啊每次排队排超多人呢 真的要提早去排队 那我去年不是在那个环球以前跨年吗 就是玩那个夜票的 24小时的套票 从当天晚上玩到隔天晚上 所以是跨夜的啊 整个晚上都在那个园区里 那哈利波特我是等到了凌晨去排队 要不然如果说白天的时候 人一定超级多 凌晨去排队排了大概 一个小时了差不多 对拍了超久 可是如果白天的时候去排的话 可能要排三个小时啊 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 很值得一个体验 很棒很好玩 不过玩那种24小时的套票 真的是非常需要体力 因为你要整晚不睡觉 然后天秋非常冷 又在户外 没有什么室内地方给你休息 所以真的是需要非常庞大的体力 还有耐寒能力 才可以玩这样子的24小时套票 不过我真觉得很好玩啦 是一个很棒的体验 好吧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我们按个赞哦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还有不要忘记订阅 以及要订阅的话 记得开启铃铛 就可以收到通知 感谢收看 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